嗨我回來了 今天我們vlog的內容呢就是我的好朋友 何萱 他從LA飛過來 因為他的Spring Break比我晚一個禮拜 所以他要在我們這邊 度過他的9天Spring Break 所以這就是我這一次vlog的內容 然後今天星期六 等一下要去上唱歌課 然後現在要去打印一下你的歌詞 Let's go 怎麼這麼做一樣的事情 他還能夠印兩葉 嗯?他還能夠印兩葉 他會出來兩葉嗎 對啊你只要印一份的話出來就是兩葉 太有趣了 花曲 光學你在幹嘛 Хорошо 我 我是初學中 我的老師是那老師 但是他說我沒有什麼天分 確實是的 我要示範那個是什麼和弦給大家看 G和弦 哦 G和弦 是這裡嗎 不是 第四值 第四值在最後一弦第三格 對 這樣子 對對對 誒 多 第三格耶 這樣子嗎 對對對 小母子加油 這樣子 有一個人幫我 哈哈哈 你可以成功了 你可以的 加油 王和弦 不是這個指冠姐怎麼了 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滴滴行 是啊 聽那個哦 好像你們了 哦 好像你們了 拜拜 媽媽在 最可愛的女兒 蛤 嗯 回到了我的 寶座上 然後 第一天到 波士頓的 王和弦小姐 他已經暈倒了 反正現在呢 就是晚上8點多 然後 我正在看我那個 因為我四月底的音樂會 我正在看他們 用的那些海報什麼的 然後因為 同一版海報呢 大概有二十幾個不同的樣子 然後就要選 我現在 最終選出的是這一張 可以給你們看 然後我就想說 順便跟你們說一下 我這個音樂會 就是如果在波士頓的朋友 就可以來看 是在4月28號 也就是距離今天 不到一月了 因為今天是4月幾號 看一下今天4月幾號 現在是3月30號 然後距離 4月28號 真的沒剩幾天 然後我們都還沒開始排練 排練的話是下週的五 是下週五是第一次排練 然後我這眼睛有點點腫 我不知道就是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個包 然後超級超級 還是不知道怎麼會吃 然後這個音樂會呢 主題叫 The Dream is Real 這個音樂會是跟Berkeley合作的 然後他所有的就是 演出的收入全部都會尊贈到這個 就是 所謂歐陽娜娜獎學金 然後為什麼當初會這麼想呢 其實是因為 我覺得說我在 就是 1314歲的時候就有 想過這件事情 就說萬一我以後 真的有這個能力可以去 就是幫助 想要學習的人 那是最好的 因為我當時 念Curtis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學生都是全額獎學金 等於說每一個人 他都有一個對應的捐贈者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 我當時13歲的時候 我只是 在費城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學校有160個學生 每一個人都拿全額獎學金 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情 因為你每一個學生對應一個贊助者 所以我就當時想說 如果有一天真的 有一點點能力的話 我也想要做 可以幫助人的那個贊助者 所以就是才會有這個想法說 他就跟Berkeley合作 然後 去 幫助那一些 想要 和需要這份獎學金的人 然後呢 他的條件其實就是說 你在全亞洲內的 中國人 你只要是學傳統樂器的 你都可以來申請 就是 就是這個獎學金 就是 時間地點就是4月28號 然後在 Berkeley 的那個BPC 7點半 然後我整個 音樂會的風格呢 會偏比較輕鬆吧 因為今年是我第10年 辦音樂會了 我就希望說 可以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就可能跟去年 我希望的那種 氣氛 氣氛 感覺是比較像 那我不希望說大家 走進來 然後 坐下來聽音樂會很拘謹 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聽古典 什麼 我覺得就大家就是來 就感覺像是 一起慶祝也好 或者是 就是度過一個 就是你認為 你應該怎麼享受的一個晚上 然後我這次呢 構思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 感覺像這場音樂會 像一個火箭 然後你來這邊看演奏會 你就是登上這個火箭號 然後這個火箭號的編號 就是19號 因為我19歲 生日的這個主題嘛 所以我當時就是跟那個設計師說 我想要設計一個 類似像 登機的那種票 就像我們坐飛機啊 或者坐火車的 都會有一個可愛的票 總的來說就是和夢想 有關係 就我 我自己是認為說 為什麼和夢想有關係 因為我去年 前年都是做和愛有關係 我覺得為什麼想要做和夢想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夢想是每一個人 心裡都會有的 我當時因為我的 其實微信公眾號 就是叫 那比星球嘛 然後我想說 這個idea挺好的呀 我當時想出了一個idea 其實就是一段文字 就說每一個人都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星球 那我是來自 那比星球 我說這個星球呢 是充滿了音樂夢想 希望 幻想 勇氣 善良和愛的一個星球 其實也就包含了我 過去幾年做的 音樂會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idea 這個點 還挺有趣的 所以 這就是我的星球 在發生的一切 還要繼續篩選我的海報 然後王軒小姐呢 已經累到 就是不想要參與我的任何活動 所以今天 其實我們也沒做什麼 就是 聊聊天 然後餓了吃點東西 然後就在規劃說 我們下個禮拜要幹嘛 然後明天 弟弟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明天可能去 一起去吃brunch 然後下午去排練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 的一天 好 老王軒你確定不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這個vlog 是你的vlog 跟大家說完 把王軒 要不要說一下 你第一天的感想 就是什麼都沒做 我今天是個宅女 所以我來了之後已經沒跟她宅一宅 我真的很宅喔 對不起你 我太宅了 好 那就這樣子吧 精彩的明天要到來了 Bye Hi 今天呢是星期天 朋友們 今天星期天然後是何旋來的第二天 然後因為昨天呢我們基本上都在家裡躺著 然後聊天滑手機 聊天滑手機然後餓了就吃 所以沒有錄什麼東西 然後今天是正式我要擔當起這個導遊的 不称職導遊的這個 這個身份 我有點擔心 有點擔心 然後今天我們的schedule呢其實就是先去吃一個brunch 我想要送妹妹回學校 因為她今天要回學校 然後下午要去排練 晚上可能看電影 可能不看電影或是吃飯什麼都不一定 但是下午要去排練 下午要去排練 進去清水 podemos現在到NEC了 然後頭髮好爛哦我的天啊 玉婷 嗨 他是那個曾經在我咖X propos 咖X bowl 咖哩飯 咖哩飯那個vlog裡面出現的 好 文學 好 現在我們要去排練 跟著我小時候的朋友 大家在我遊NEC 前逛那種感覺 然後頂著我這個很亂的頭髮 哇 好溫馨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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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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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豆腐 蘭豆腐 還有其他米蘇 還有那個 還有香腸 三層肉 三層肉應該是我們的主角 徐元你要不要 趁現在介紹一下你 這位呢他卻是 我很小就認識的一個好朋友 開始嗎 你幹嘛沒有認真 我看你是主球人是哪 國中 小時候就見過 但是國中是正式的當師 然後那時候 你是一個胖子 對我是超肥的 然後他都叫我小西瓜 很多錯話都是他幫我處理 然後我還是很講義氣的朋友 對不對 我要講這個故事 宋秋文康那時候我還沒變身 然後我那時候要唱 惠尼修士頓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後那時候沒有人 我們班上要找一個人幫我娶孩子 然後那他就非常的天才 演到一半然後快到我的時候 然後他就手刀偷去那個 福利社買了一個版本 然後把他黏上那個掃帚 然後就一起 這位就不需要多介紹了 何萱三年級就認識 玉婷 然後呢 初中一起同班一個學期 哇我們在煎了 很好看耶 好厲害喔 好香喔一定很香 你已經加工加調味了嗎 打蛋的玉婷 打蛋了 哇嗚 可以浪費任何一滴 對 真的還有很多耶 這很乖乖 哇 超棒的 這個我可以先開嗎 可以 一二三 哇 我們準備開飯了 開飯了朋友們 開飯了朋友們 現在是早上十 十二點 然後 今天星期一我們會要去 八月 然後 這個小點 他要尋找學校的新房 然後呢 今天真的還蠻冷的 我的手已經凍降了 OK 現在是那中十二點 所以然後 我要去接何瑄 然後現在 我學校練習 然後剛剛上來了 下午有一個排練 應該也算是一堂課了 然後現在好餓 今天沒吃東西 可能會跟何瑄去吃 不知道吃哪一家 反正學校對面呢 就是有一排餐廳 然後 好冷 學校對面就是一排餐廳 然後基本上已經 每一家都吃過 所以就 好像不知道要吃什麼 耶 好不然我們去接何瑄 耶 接到何瑄了 像接小朋友 我們剛剛就約在Starbucks 我說你到Starbucks 來找我吧 像不像接小朋友 放學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去 這個東西 應該是 十二點多 準備睡覺了 Good night